我换了新的书桌啦 感谢之前为我服务的二十几年的书桌 它终于寿命中的支离破碎啦 所以赶快买一个书桌啦 那这个书桌的话跟之前那个书桌是一样的 只是它没有那个上面的层架 我这次就只有买桌子的部分 没有买上面的层架 因为我觉得以我现在的工作的方式的话 我是不需要上面的层架 因为我希望我的桌面可以保持越干净越好 比较没有任何的干扰 所以我就只有买书桌的部分 那既然之前那个啊可以用了二十几年 我相信现在这个桌子也可以用二十几年吧 它的桌型都是一样的 只是颜色不一样 这次我买的是深色 是核桃木的颜色吧 就来开箱一下这个书桌 并且让你了解一下 现在我的书桌 我到底极简到了怎样的态度 桌面上面都会有怎样的东西 那就来去开箱咯 这就是我现在在书桌上面会出现的东西 那这个是荧幕架 这个是笔电 然后我会把它架起来 如果我要就是看电子书的时候 我要抄笔记的话 或者是我最低要吃饭的时候 我就会放在这边 做笔记的时候笔记本就会在这边 那我就可以看到荧幕的字 因为已经架高了 所以视线就会在那边 那我就可以直接抄笔记 那如果我要吃饭的话 我会加这个东西 然后就是垫着我的那个个人杯碗 然后就放在这边 再来就是这个 因为啊我是茶控 所以我每天都要喝茶 所以这就是杯子 里面就是茶叶 就是我之前有开箱过的那个茶包 那这个是茶叶罐的那个盖子 那我现在把它拿来当杯垫 我觉得这个大小还蛮适合的 所以我就拿来当杯垫啦 就当一个配屋利用啊 而且这个零零角角的蛮好看的 再来就是一个芳香剂 就是放在桌子上 然后不管你是装饰啦 或者是做一个摆饰 都蛮好看的 重点是它这个香味 不会太难 我们不是那种刺鼻的香味 所以我就摆在桌子上啦 这是唯一一个是没有用处的一个 就是只是做一个香分的功能而已 那我就是把它摆在桌子上 现在我把桌子又移了位置 现在把桌子移到了窗边这边 那如果我在工作累的话 或者是想看看外面的话 那我就可以抬头看看 邻居家的种植的花花草草啦 然后或者是可以吸收一些 比较通风一点 然后就是如果有自然风吹过来的话 也会比较亮一点点 窗边的这边的隔音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就会导致说 如果有气机车或是狗叫声的话 其实会蛮明显的 包括像如果拍摄如果有机车经过的话 也是会听到的那个声音 所以这是唯一的缺点 好处就是你可以看看外面的世界啊 那个绿色的植物啦 跟比较通风 所以啊 这就要抉择一下 我现在在想办法 能不能改善这个隔音的这个缺点 如果能改善的话 在窗边工作啦 或者是读书 我觉得是一件还不错的事情 那通常这个东西的话 如果不吃饭的话 它就不会出现在书桌上面 避免干扰 那我就会放在架子 或者是吃完饭洗好了 然后就会在窗边那边把它晾干 所以我目前的书桌 一般的配备就是我的电脑 跟那个支撑电脑的支架 以及我的这个茶杯 跟这个方箱 以及正在拍摄的手机 手机的话 目前我也有想要把它说 在使用在工作的时候 或者是在读书的时候 把它丢到抽屉里面去 避免那个提示声啊干扰啦 但目前啊 我还是没有做到这一点 我还是会想要花手机那种的概念 所以在慢慢啊 就让它习惯了 就是要专心的时候 把手机放在抽屉里面也是可以的 就要习惯它 那不知道你的书桌是怎样的书桌呢 你的书桌都摆了各式各样的东西吗 像是那些小公仔啦 或者是娃娃之类的东西吗 还是你的桌面是非常干净的 还是你是文具控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你的书桌是怎样的书桌 嗨 我终于又有抽屉啦 四格抽屉 然后有一个是可以锁的 那它这一次的这个造型也特别不一样 它很难对加到 对加到就是这样子 算是五芒星的吧 星星的形状 然后加一个卯钉的这个感觉 我觉得蛮好看的一个设计 然后就是打开来 那第一格就是放我拍摄的用具 这个是我的蓝牙耳机之前也有开箱过的 然后这个是我的拍摄的一些耳机啦 跟麦克风都会放在这边 然后这个是资料夹 然后就是第一格都是拍摄用的东西就对了 再第二格 是我现在目前在看的书 就是实体书 我现在实体书比较少了 比较没有在买 那刚好发现 这个是要臭免运备 所以买的那个书 然后这本是我之前买的 但我发现我居然没有看 如果给我妈看了之后 他就放在他那边 然后就完全忘了这本书的存在 所以这边我就是目前插了 两本我正在看的书 然后这边就是便条纸啦 笔记本啊 然后这个也是 一些纸类的东西 这是笔啦 这个是备用的笔 然后纸这些的 这就是一个盒子 就是这种五颜六色的笔 那样子的 反正这边就是笔记类跟书就对了 这边就是充电区 这是i12的盒子 那我里面就放小米的充电线 就比较短的那种充电线 蓝牙的充电线啊 小米的充电线啊 i12的充电线 我就放在这边 一个盒子 就是刚好可以装的进去 那这边的话就是比较长的 就比如说手机的充电线啊 那一些就是比较长的线 然后突然盖不下去 好了盖下去了 然后这边就是充电头 都是摆在这边 总共有三个充电头 都摆在这边 然后这个空盒子 现在的位置是 我的电脑的充电线 会摆在这边 就是我睡觉前 我会把电脑的充电线 放在这边 最长的这一个啊 我目前就是放这样 这边就是口香糖 因为我一定会吃口香糖来做提神 所以我会放口香糖 然后重要的单具 我也会放在这边 比如说 会款单啊 或者是一些回诊单 我都会放在这边 然后这边就是笔 各式各样 铅笔啦 眼睛笔啦 我知道很多 然后我会慢慢的淘汰 但会慢慢的淘汰 然后再来就没有了 东西都算蛮极简的 就这一堆可能比较不极简而已 不知道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吗 或者是对影片有任何的想法和意见 都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 留言我都会给你一颗爱心爱心哦 我是鱼鱼之兔 希望你看我的影片 有快乐美好的一天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哦 拜拜